你絕對可以 謝謝 電影卡諾在台灣創下三億票房佳績 片中加農棒球隊 打擊日本甲子園的場景感動無數觀眾 為了重現1931年的球場盛況 劇組用了兩千個特效鏡頭 從爆滿的觀眾到球員投出的每一顆球 全出自本土特效團隊之手 我們實際上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是拍了一個球場旁邊搭綠幕 之後還有一些少數的靈演 然後坐在第一排 我們利用我們自己製作動畫的群眾的技術 搭建模的技術 我們把整個圓山球場 包含旁邊包圍的群眾 然後用CG動畫和特效的方式 然後把它完整的建立起來 不讓好萊塢特效產業專美於前 這間台灣特效公司 以先進的3D技術 接過國片大道成 痞子英雄 賽德克巴萊的特效製作 業者還自創雲端作業系統 讓全球各地片商 能在遠端監督作品進度 公司成立短短三年 市場已經騙擊兩岸三地 我們獨家研發了一套 我們自有知識產權 是一套雲端的一套這種作業系統 我們的這個導演 如果說想要看我們的一些成品 他可以直接開給他一個帳號 從他這個遠端登入我們的這個系統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作品進度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節省了很大的 很大的這個人力物力財力 不滿足只做技術代工的角色 特效公司積極發展原創動畫 從劇本發想到後期製作 全一手包辦 以華人文化為題材 目標要成為亞洲的皮克斯 比一部實拍的真人演的這種影片 可能的製作成本還貴 一分鐘就超過100萬到150萬美金 做這樣的事情更多是一個投資 更多是一個發揮我們的一個 夢想的一個地方 我們相信其實周一天 台灣的動畫會伴隨著我們的文創實力 讓用我們的動畫形式 讓全世界看到我們台灣人的文創能力 起初由三個年輕人創辦的特效公司 至今據點已拓展到中國大陸和美國 業者投入高成本 培養研發技術人才 希望結合創意和科技 展現台灣文創產業競爭力 中央社記者洪黃軍 檢運旗台北報導 能夠耗裝大家繼續為這些公司 進行努力 議員 議員